嘿大家好我是洛卡 王國之類也沒什麼了不起 國王的手錶比較厲害 欸你要被網友罵 喔沒有這段剪掉這段剪掉 嘿大家好我是洛卡 今天要來跟各位開箱的東西呢是 七彈大作戰的周邊 那這些周邊呢會來自於說 你如果沒有預算去購買 七彈大作戰3 斯普拉頓3的新主機的話呢 基本上也可以透過這些周邊 來改變你的外觀 改變你周邊拿起來的那種爽感 只要你對於七彈 只要你對於斯普拉頓是有信仰的 這些周邊呢你都可以參考看看 那如果說你原本也是買了白色的 Oremato主機的話呢 用這些設備也許也能讓你的主機 看起來更加的斯普拉頓啊 那今天我們要來開的啊 主要都是以收納包為主 另外也有JoryCon的保護套 還有這一個卡家的收納盒 全部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其實我覺得最便宜的 就是這一次的原廠的 那這收納包呢 其實它也是支援到 Oremato跟一般的初代主機 外觀的話大家看一下 胡同就是這個樣子 非常簡單的斯普拉頓3的造型 這一組的話呢 裡面基本上就有附上兩組的保護貼 一個應該是舊的這一個 因為它下面有做那個開孔的樣子 那另外一組的話呢 就是做給Oremato主機用的 這兩個會比較不一樣 兩張保護貼都有 其實我覺得這個收納包算是相對比較低調一點 因為它雖然說一樣有硬圖騰在上面 可是這個圖騰呢 它一樣是用白色灰色的感覺去做一個相見 旁邊這裡有任天堂的LOGO 那我覺得差比較大的地方就是 它的邊界 超螢光的綠色 然後紫色的話就相對低調 兩個這樣子 跳色看起來是非常好看 另外一面的話 它就是一樣 這麼低調的 旁邊有個Switch的LOGO 拉鍊的部分呢 我個人覺得也是 是蠻不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有用兩條繩子 而且這個超螢光的 打開來之後啊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收納套 那這個收納套是屬於軟殼的 裡面的話呢 它可以放上五片卡夾 其實跟原廠早期在買的包應該都是一樣的 這裡呢 可以收納一些簡單的小東西 其實以前我在這一塊啦 也是一樣放卡夾 就是會變成這樣子 不過說實在 如果你這裡放卡夾 如果有時候打開來是翻出來的 它可能會掉 就不會像這邊 它都會比較緊一點 就是這樣子收納進去 它基本上就不會動了 那如果說你這樣把它立起來之後啦 它也可以當成一個主機的支架 OLED MODEL的主機呢 基本上放進去啦 是沒有問題的 它的大小是OK的 稍微鬆一點點 這個原廠的收納包應該都是這樣 我之前早期是用原廠的 好處的話就是 它不會太緊 放起來好像不太好放 會壓迫到 那初代的也可以 其實蓄電加強版 應該就跟初代的大小是差不多 第二組呢 是這個HORI的授權包包 其實這組我覺得就稍微的平分一點了 上面有很多大型的 魷魚啊 章魚啊 花枝啊 全部都非常非常的明顯 它拿起來的感覺是明顯的比第一個 原廠包還要再更重一點點 那厚度上來講呢 好像也是比較厚 它怎麼好像寫到可以用Light 所以我講錯了耶 它可以用Light 它是用什麼方式可以用Light的 我覺得比較特別 它的正面啊 其實我覺得Logo的部分也是使用挑色的處理 但是非常的好看 因為底色是用黑色的 然後它跳出來就是特別的亮 邊邊呢也用了一圈螢光 黃吧 這裡有一個 HORI的小小的標 背面的處理就有點不太一樣 它有點類似編織布的感覺 這應該會有一個簡單的防波碎 然後上面這個提把的部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它是有一個紙滑的 它有做洞洞 然後用紙滑這種橡膠材質 所以讓你提起來之後比較不容易滑手 旁邊這裡啊 拉鍊的地方 哇 這個也是太可愛了吧 這個如果以後不要的話 可以把它拿來當鑰匙圈 直接把它剪掉拿來當鑰匙圈 應該也是OK的吧 裡面的話 打開來 哎呦 哇 裡面好繽紛喔 對 這裡面真的超繽紛的耶 它有一個任天堂的授權的LOGO 任天堂SWITCH 背面是HOLY 我怎麼覺得裡面比外面漂亮 對 它這個材質其實很舒服的 它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魔鬼磚 可以讓你這一片不會晃來晃去的 那應該是沒錯的話 主機就是擺在這邊啦 不管應該是兩邊都OK 這樣擺 然後把它放進去之後再把它貼住 這樣子呢不會打開來主機掉了 卡夾的話總共可以放死片 它上面下面這裡也都可以塞一下 這樣子可以放上死片卡夾 出袋的一定 肯定可以 好不好 這樣子 然後它有說上它可以使用到 SWITCH LIGHT LIGHT的話我也特別準備過來 其實 喔 我知道了 因為它在這邊給它做一點溝槽 所以你的 後面這裡啊 立啊立喔的地方 它就是會剛好 跨在這邊 然後一樣 因為它有做這個魔鬼磚 所以你把它綁住 其實它大小就沒差了 它是很穩固的這樣子 但是有沒有 可以卡在裡面 其實有點危險 但是我還是 釋放給大家看 因為它裡面是有魔鬼磚的 所以相對會安全一點 那這邊的話應該可以放一些 簡單的紙張什麼的之類 如果你要放線材這樣蓋起來 其實會 我是覺得會太厚 這樣收起來其實是 還蠻完美的 我覺得這組還蠻可愛的 裡面比較漂亮 對 它外面其實相對低調 因為正面就是這樣子的印刷 然後做亮面的 背面的話就是霧面的 有一點防撥水 然後編織材質的感覺 很簡單 然後裡面一打開 會有給人家 哇 那種感覺 噴爆 再來這兩個品牌 應該是一樣的 他們應該叫 Max Games 然後這個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品牌 兩個呢 造型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一個一個來開 那這兩個的話呢 一樣是只支援到 OLED Model 跟初代主機 然後它是做的有點像是 漆彈的那種桌布 或者它遊戲裡面的一些圖片 官方圖片 直接把它整組噴上去 邊邊的話呢就沒有做一些什麼特別的處理 一樣全部都黑色的 可是在這個黑色的地方啊 殼的地方 它還是有一點點圖騰 背面的話 它有做一點凹凸耶 不過也是純黑的材質 就相對的比較低調一點 那這兩邊的拉鍊頭啊 也是有做成像 雞蛋裡面的造型 那這個造型其實我覺得 看起來會有點像橡皮擦 有沒有覺得有點像 對 好打開來 這一組味道是不是比較重 沒有 有一點 然後打開來裡面呢 哇 超級無敵 霹靂簡單 真的超級無敵 霹靂簡單耶 跟剛剛那個差好多 為什麼擺下去之後會這樣子涼快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要做這樣涼快呢 散熱 散熱嗎 然後這裡的話它只能放三片卡夾 三片卡夾 它不是用那種 彈性 對它不是用那種類似彈力的東西 來做 它就是一般的布才把它縫上去 有點太深了啦 太深了 太大了 對它這樣子會整個陷進去 因為它的那個 袋子 口袋厚度 你看 整個是可以到卡夾整片滿滿的 那你看到這樣子 其實有點太深了啦 如果善用空間的話 可以做個一排 應該可以四片到五片 沒什麼問題 對 而且會更好看一點 然後這邊的布啊 一樣也是做一些比較 舒服的材質 這都有點像是那種試鏡布的感覺 它也是算比較鬆一點的 所以在裡面是 主機會稍微移動 不過因為你有收納包 所以保護上來說 應該也還算不錯 那如果要放Light呢 其實行不行啊 我來看一下好了 Light會不會晃得太大 Light可能就 真的不太建議 因為它真的會晃滿大的 就算這樣已經把它收起來 有這個東西壓著 你看它會從這裡 然後走到這裡 我把這個稍微壓一下 但是這樣子 還是會 會跑來跑去 所以Light 不小心就會掉出來 對Light是不太建議 是不會掉出來 只是說你在打開的時候 打開 對阿你在上面滑來滑去的 還是比較不好 就買Light專用 這個就不要給Light 第二個它是一樣有授權的 跟大家再次強調一下 基本上應該差不多啦 就是插在圖案上面 喔對的 它的圖案呢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滿版欸 喔對它兩邊沒有空 它是完全的滿版 然後一樣是全部噴上去 其實說實在這個我稍微喜歡一點 對 相較於這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的人物是稍微多一點 所以看起來會更加好 而且因為左右邊是滿版的 看起來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的 我也投這個影片 我覺得它有一個狀況就是啊 因為其實它的拉鍊是在這嘛 所以我們開口在這邊 它印著一個方向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一般來說好像會印這樣子 你可能會從這裡開 所以你會這樣拿 有沒有我覺得它的印法 不知道為什麼會印這一邊 可能是有什麼考量在裡面 是我不知道的 只是說我覺得如果是我包包 可能會拿這樣給大家看 然後到時候打開就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話就很簡單一樣 它這樣擺進去 只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它要做這兩塊突突的感覺 一樣也是做三面卡夾 不過這個縫的地方就 欸 對不對 哇它的品管 哇這個 稍微的它可能是用到邊角料啦 所以不要浪費 這個是愛護環境的表現 底部也是完全全黑 接著這兩個呢 就不是保護套的部分的 這個是卡夾收納盒 那它的品牌一樣是 MAX Games的那個品牌 上面的話一樣有原廠的授權 它就是一個蠻輕的卡夾收納盒 然後是塑膠有點半透明感 可以看到有點半透明感 正面呢有一個斯伯拉頓 有人物的噴漆 它都是直接把它整面噴上去 這不是貼紙喔 這是用噴上去的 背面的話就是一個Speratune的三代 然後這邊呢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打開來 哇 它可以收納的卡夾呢 總共有六四應該就是二十四片 那它的收納卡夾方式啦 就是照著它的方向這樣子 直接把它扣進去裡面 其實收納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會蠻好看的 就這樣子 然後你把它蓋起來 還是可以帶二十四片卡夾 還蠻多的 對這個絕對在體積上面 可以省下很多 尤其是你也會常常出去玩 或者說你家裡面空間不大 房間空間不大的 其實你可以把卡夾的真正原廠外盒 拿去別的地方收 那其他你常玩的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收納起來 都會比較好看一點 最後一個是這個 CyberGudget的Joy Kong套子 那這一組的話其實 應該說這個品牌 其實在日本還算蠻常見的 例如說像一些電氣行 Yodobashi啦 或者像是BQ Camera啦 都會蠻常看到這個品牌的東西出現 那它也沒有特別標 它是七彈的周邊 但配色上來說呢 就真的蠻七彈的 其實好像還不錯耶 好像還不錯耶 因為你看喔 它的正面這樣子啊 就是開孔的部分 背面它這裡其實有做出一個 繁華 對有做出一個繁華的樣子 而且因為它裡面把它挖空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說變重很多 而且因為它是矽膠材質 所以摸起來是很輕膚的 對 很舒服的感覺 老婆當然這台已經換建成了嘛 我覺得把它換上去 是有一點多此一局 就等於遮掉原本的那種光彩 但是如果是裝我的呢 欸~~ 感覺就不一樣了 裝上去之後呢 就差不多像這個樣子 背面我覺得 才是比較大的亮點 因為它兩邊這裡啊 都有做出凸凸的感覺 剛好你在握的時候 這個手 就是在小拇指跟 無名指的地方 是可以有一個 可以抓握的地方 甚至連中指 我覺得都有一點 所以在握的時候啊 會變得更好握一點 尤其是小拇指 我覺得小拇指的 撕力有點差 一般來說 我們的Jerry康背面是平的嘛 所以你在握的時候 這邊是比較不好撕力的 那你在握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好像 會想抓一點什麼 可是它因為是光滑平面 所以就沒有那個 可以撕力的地方 但是握上這個東西 裝上去之後 基本上呢 它背面就有一個 多一個可以撕力 握起來啊 我覺得是會 反而更加省力 而且因為 它會一點點 紫滑的材質 有一點點紫滑 而且摸起來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是OK 滿加分的 開孔的部分嘛 好像沒有說到 100%的特別準 但我覺得還OK 另外一邊也差不多 裝上這種保護套的話 你要輕鬆的把它放回去 也是很OK的 因為它的左右兩邊雖然凸起來 但不影響到 你主機背後的厚度 另外一邊的話呢 USB會不會擋到 我把線來接接看 基本上它應該 完全沒有影響 你看 上面這個孔 跟下面這個孔 完全沒有影響 所以它是OK的 你接一般的這種USB A的線 它邊邊的 這條是原廠的 Pro手把充電線 這樣裝上去是 沒有問題 它不會卡到 你的主機可以這樣拿起來 然後下去之後 完美 OK 那麼最後 大家不知道 對於這幾個包包呢 還有這些收納周邊 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覺得七蛋的味道 真的都還蠻重的 那老婆大人呢 是特別喜歡這一組 因為她覺得 它的厚度啦 空間啦 實用性啦 還有包含它裡面 整體打開來的 那個繽紛質感 看起來都非常的棒 那我自己的話呢 可能原廠包還不錯 因為它多附了一個保護貼 總覺得就是不用額外買 當然現在有很多電玩店 可能在你買主機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配上保護貼 然後類比搖桿套 還有類似像這種的 就會抗保護套 也有可能會幫你去附上 所以其實在買的時候 它好像也不一定需要 所以這一點就給大家 稍微參考一下 那各位如果說有喜歡的 也可以到網上去找 到各家電玩店去找找看 因為其實類似的周邊還蠻多的 不一定要買新的七蛋主機 才有辦法讓你的主機 非常期待非常斯普拉頓 以這樣子的方式 就可以輕鬆的 快速解決 你這個想要斯普拉頓的慾望 好不好 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火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